所以佛知道 佛来教导你 而且佛是做出榜样来给你看 这个榜样告诉你 贫贱不苦 释迦牟尼佛事先贫贱 贫是没有财富 贱是没有地位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 十九岁 你看看 舍弃王位 这是贵 贵为天子 他舍弃了不要 富有四海 他也不要 他在富贵人 他不是没有 他没有你没有 他没有人家没有话说 他有 有不要了 舍弃掉了 过什么生活呢 过乞丐的生活 所以比丘成为奇事 奇事乞丐 那四是什么 四是读书人 九是书 有学问 有道德的乞丐 不一样 他过的乞丐的生活 日中一时脱博 圆门脱博 树下一休 晚上找个大树底下 休息 过期盖的生活 快乐无比 受到过王大臣 大副长者的尊敬 你有德行 真有学问 什么疑难杂志 你就向他请教 他都能帮你解决 那明文立扬的时候 边都不站 这值得人尊敬 不但人间尊敬 天神都尊敬 没有一定居住的所在 油画在世界 哪里有云 就到哪里去 顺便宗敬 顺经逆境 善云 卧云 通通 不知诸 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 什么样的境界 都不能动摇 他的心 这成为大神 成为大邪 印度人称之为佛菩萨 他怎么叫 他是用神教 他做出来给你看 让你看到的 听到了 接触到了 有所感悟 真究说 你不能像他那样 彻底放下 你至少可以放下一些了 你放下一分 就得一分自在 得一分智慧 放下两分 就得两分自在 两分智慧 他彻底放下了 所以他得到是圆满 我们反复做不到 对着事法就还贪念 这种教会好 你对着誓言 淡一分 智慧就开一分 真正的受用 你就得到一分 所以从此有教学 教学主要的是 是帮助人 破密开悟 没有觉悟的人 叫促虚 叫他 断我修善 一经断我修善的人 就帮助他 破密开悟 一经破密开悟的人 帮助他 转烦成神 这是佛陀一生教人 三个阶段 众生根性不相同 要帮助他 不断向上提升 这个心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这个心呢 就是此地将的始中心 他活在世间 不为自己 为谁 为一切众生 那我们修佛 要从自己 真正一教修行 做起 这个修行 修事修正 行事行为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哪些地方错了 把错的地方修正过来 叫做修行 不是说 我每天念多少经 念多少圣佛 刻多少个大头 不是这个 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 在什么地方 在起心动念 念头才起 这个念头是正念 还是邪念 是善念 还是恶念 一起自己就清楚 这叫知识会 是邪思 是恶念 赶紧就放下 是真念 是真念 是善念 要让他念念增长 佛家善悟了 他有一个标准 标准是什么呢 为自己守 为众生的是善 这个说法 有许多人不能接受 有人曾经给我讲过 古人讲的 人不畏极 天生地灭 讲这个 讲这句话 天主地灭 我是这个话错了 错在哪里 我是佛菩萨了 没为自己 天也没助他 地也没灭他 孔夫子 孟夫子 也没为自己 天也没助他 地也没灭他 反而好多人尊敬他 向他学习 这是个错误的 错误的说法 什么会天主地灭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到极处 天地所不容 这是真的 别搞错了 谁看到众生 苦要起 帮助他 利苦 对不起 这背一些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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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